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上个星期 是缤纷多禄 搜查了加州奥克兰市长圣陶的住家 还有其他地点 这疑似是和圣陶的男友 非法进行另一输送 以及竞选捐款等涉及违法的情况 有关系 而今年三十八岁的圣陶 是奥克兰七十五年以来的最年轻市长 虽然是面临了罢免风波 但圣陶坚持他不会自行下台 美国民主党籍北加州大城奥克兰市的市长圣陶 在住家二十号遭联邦调查局FBI无预警搜索后 二十四号首度召开记者会 强调他的所作所为绝无不法 美国FBI干员在当地时间二十号凌晨 无预警带着法院许可命令 前往圣陶与男友的住处 进行搜索长达四个小时 带走了数十项证卧 当地FBI也搜索了圣陶的市长办公室 越南及阳性父子的废品回收公司与住宅 根据当地媒体指出 从圣陶担任议员以及竞选市长期间 男友安德烈琼斯就是他的幕后操控者 对不合格的人员进行利益输送 而越南及阳性父子也透过废品公司 对圣陶进行非法政治捐款 美国有色人种协计会 也公开要求圣陶请辞 但圣陶二十四号公开拒绝 圣陶的父母来自辽国 出生那名家庭 也是一位单亲妈妈 经过努力进入加州伯克莱大学 并踏入政坛 2023年1月成为奥克兰75年来 最年轻的市长 也是所谓描迹美国人出任大城市的市长 但一点多难 奥克兰无论警警跟治安都陷入衰退 罢免圣陶的声浪四起 6月18号 罢免圣陶的联署提案正式通过门槛 奥克兰市议会7月2号将讨论圣陶的罢免投票 是否将在11月的大选中一并举行 公司新闻 最后请编译